大家总问 为什么长毛黄和卷毛黄关系那么好 这个嘛 还得从卷毛黄小时候说起 卷毛黄刚来嫁的时候 贝塔就主动承担起了当妈妈的责任 处处保护疼爱这只刚刚满月的小狗狗 乖乖 来 哥哥来哄你睡觉 听话哦 久而久之 卷毛黄也越来越依赖贝塔 所以每次长毛黄和黑白花打架的时候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不要打我大哥 长大后 这也成为了卷毛黄的一个习惯 不能让贝塔受委屈 黑白花有我在你休想咬的长毛黄 就连我们说贝塔一句 卷毛黄都护得死死的 贝塔 你又上床 哎呀妈妈上就上了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会用除卷一清理一下不就行了吗 啊呢呢 就用这个 这线还挺长 妈妈你以后直接拿除卷一溜我得了 每次用它来清理 真的好解压呀 这底下还有热风烘干 烘过的被子和太阳晒过一样暖暖的 不过经常待的沙发也要好好清理清理 你看看这满满一大桶垃圾 不过话说回来 长毛黄和卷毛黄的情谊 真的是从小好到大 嘿嘿 我真是没白藤卷毛黄 享福喽 觉得什么 小故障 我 感谢观看